其实皇额娘所做的一切 也是为了皇上 皇额娘对臣妾说 皇上废除臣妾的妃位 可以不用提三阿哥的 毒事本一案 就以臣妾 自觉尚不配位为妃 自己提出为由 这个理由你不觉得 太牵强了吗 你觉得朕会接受这个理由吗 这理由简直太可笑了 你是皇妃 你聪明贤惠孝顺 后宫的妃子 有任何人比得上你吗 你为何不能为妃呢 如果皇上觉得这个理由不充分 不足以让人信服 那就换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什么理由 皇上可一下子说 得妃不适宜后宫生活 有精神挫乱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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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荒唐了 小婉 你觉得朕会同意吗 朕知道 是皇额娘 她给你想的这个理由吗 不 不 皇上 这个理由是小婉自己想出来的 这是最好的理由 也是最真实的理由 够了 朕不想听 不要再说了 Rescue 但愿皇帝能听德非的话 不要那么执意忘心 但愿董小婉 能狠下心来 激怒皇帝 你 怎么 暴雨来了 皇上若不下指飞飞 便不能顺利接着两皇旗齐印 这种局面 是万万不能出现的呀 朕也不想出现这样的局面 但朕绝对不会用你去交换 两皇旗齐印的 小婉 你别害怕 朕一会儿就去慈宁宫 跟皇姑娘好好地理论理论 皇上千万别找皇姑娘理论了 皇上要明白 皇姑娘所做的一切 也都是为了皇上好啊 朕一点都不觉得好 朕就是要跟皇姑娘理论理论 皇上你怎么如此固执啊 皇上就不能先下旨 废了小婉的妃威 等顺利接掌了皇旗齐印再说吗 三阿哥毒石本一案 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皇上到时候 再名正言顺地恢复小婉的妃威 这样有什么不好啊 好 那朕就说话告诉你 朕咽不下这口气 朕不能保护心爱的女人 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她 为了朕蒙冤受辱 朕还枉称什么大清之君 天下之地 小婉 你好好休息 朕现在就去找皇娘 皇上 皇上怎么如此固执自私啊 皇上只顾自己的感受 诚然不顾小婉的死活 小婉现在明白 皇上对小婉的爱 压根就是假的 你说朕对你的爱是假的 你说朕自私 朕对你的爱是假的吗 董小婉 你伤了朕的心 必须向朕道歉 马上 道歉 小婉为什么要向皇上道歉 不是皇上假扮皇公字 把小婉骗进皇宫吗 小婉进了皇宫 怎么样 小婉每日泡在这苦海里 每日尝尽了苦 受尽了气 皇上毁了我董小婉 还要董小婉 向皇上道歉吗 皇上是至尊无上的皇帝 当然只顾自己的感受 可惜小婉太过天真 小婉居然相信 你跟皇帝的一个歌女的爱 你是说朕限制了你的自由 你不想跟朕在一起了 好 你回京呢吗 好啊 皇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看来皇上早就厌倦小婉了 早就想赶小婉出宫了是吗 这是皇上的龙村在做怪 皇上不敢下旨飞飞 朕不敢下旨飞飞 朕没有什么不敢的 Mirror 03 谁知道 来 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问就请皇上 放我走吧 一生只为这一天 问谁愿这爱的永远 有我心里 换你的心 只求相依相依 一生愿为这一面 问谁愿难知的永远 无声与 雨也传绵 只愿相伴一生 刘公才 德飞怎么样了 万孙爷 以奴才的多年经验来看 德飞娘娘是急火攻心 晕了过去 我看睡上两个时辰 就无大碍了 可可 王 你们赶紧扶你们的主子进去休息 然后把金太医速速叫来 是 是 来 来 小心 慢点 小心 皇上 董主子竟然晕过去了 您跟董主子吵架 吵得也太厉害了吧 不仅吵了一架 朕还打了她一耳光 皇上 您竟然打娘娘了 朕现在明白了 她这么做 就是想故意来刺激朕 让朕废掉她好几张两皇旗棋印 朕好蠢 先玩这样的苦心帮朕 朕竟然还打她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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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能打自己呀 皇上 您不能这样 殷格 刘光彩 德妃醒来之后定想出宫 你们俩派人守着德妃 如果德妃跑了 朕要你们两个的人头 这 皇上放心 奴才一定多派侍卫守卫中翠宫 朕要去慈宁宫见我和额娘 皇上 皇上 万岁爷 皇上 万岁爷 皇上 皇上 万岁爷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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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爷 万岁爷 快 快 快 皇上 皇上 快 这不是真的和你生气 退烧了没有 金太医说 万岁爷的病来得猛 得再服一次药才能退 只要退烧就好了 太后娘娘放心 金太医说 万岁爷的龙体康剑 不会有碍 姑姑 几日不见皇上 皇上真是消瘦了很多 太后娘娘 要不要奴才 唤唤万岁爷 不要 刘光彩 苏娜 你们先出去吧 哀家等皇帝醒来 喳 是 孙娜 你为什么那么狠心 善婉 善婉 善婉她好可怜 她那么善良 她如此地孝顺皇儿娘 皇娘为什么要认听她是下毒之人 儿子也好可怜 儿子 儿子还亲手打了她 儿子是混蛋 儿子是混蛋 儿子 朕对不起你 怎么又保护好你 朕对不起你 halfовор 朕等 coup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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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gers 朕 做就叫了 Prop 炸 黄娘 黄娘 你怎么哭了 刚才额娘 看到你熟睡的样子 这想起你小时候的情形 再加上 看见你满脸的病容 额娘的心里好疼啊 儿子刚才急着去慈宁宫找你 儿子也不知道 走着走着 突然就晕倒了 皇帝放心 金太医已经来瞧过了 给皇帝服过药 皇帝就是寒热交加 心中欲解 德妃怎么样了 金太医有去看过德妃吗 金太医先去看的德妃 德妃 只是身体虚弱 已经服了药 并无大碍 皇帝 刚才儿子想去慈宁宫找您 就是想同您杀量杀量德妃的事 皇帝 如今只有一天的时间 可以改变眼前的困境 我们必须要好好谈谈 刘公公 你说这事情弄成这样 我都快疯了 宋大姑娘 马上就要交旗印了 想想那天的情景 那才叫人紧张呢 皇帝 皇帝不是很听德妃的话吗 为何皇帝 不听德妃的请求呢 皇后娘 儿子在回答您的话之前 想问您一句话 您审了小婉六日 您告诉儿子 您真的相信小婉 她是下毒之人吗 皇帝 就算此事存疑 但就这件事废处得飞 就可以解决齐印的险局 不是一步好棋吗 皇娘 儿子看得清这步棋 但儿子不能照您的意愿 去走这步棋 因为儿子一旦这么走了 是 其印到手 可儿子最珍贵的东西没了 所以破了 儿子知道董小婉 是爱着儿子 他愿意为儿子牺牲一切 可儿子呢 却还是打了他 儿子还是人 你 你 皇后娘 儿子绝对不会因为两皇旗 起因 而把小婉当作一个牺牲品 永远不会 难道皇帝 就不想亲率两皇旗 儿子想 但儿子更想要小婉 是 你 不想要小婉 你 不想要小婉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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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殴娘 终于看明白了一点 皇帝对董小婉的情 已经超过了当年 多儿滚对额娘的情 而董小婉对皇帝的情 也同样计真起身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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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儿子非常感谢你 如果皇娘 您不愿意再管两皇妻齐印的事情 那就让儿子去处理吧 儿子会对付那帮义政大臣们 即便他们不碍事叫齐印 天也踏不了 天兴许踏不了 但会朝廷大乱 百官惶恐天下不宁 额娘不想贪了 皇帝好好休息吧 不需要送额娘 儿子将天大的难题扔给了皇额娘 儿子跪谢皇额娘 往下转了 儿子 温少大哥 如今的局面真让哀家忧心如焚 皇帝不同意废废 义政会议就断然不会交出奇印 那么皇帝和义政会议的冲突 将会越来越激烈可怕 那将使朝廷震动天下不宁 是啊 太后娘娘 这 您说 该如何是好啊 太后娘娘胜命 太后娘娘 是不是已有破解的法子了 哀家也没有任何法子 除非义政大臣里面 有人同意交出奇印 那么义政会议就不能形成一致决议 义政会议才有可能交出奇印 太后娘娘的意思是 想让臣来做这个人 你不敢 你不敢 你也不能啊 皇上坚决不废处得飞 如果义政会议再把奇印交给她 那皇上就会在亲汉的路上 越走越远 越走越顺哪 无错 所以哀家也没想 也都没敢 让你表态赞同交起印 如何解决这叫天大的难题 傲大人 您有什么法子 傲拜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太后娘娘 臣对皇上 对娘娘诬陷忠诚 但臣 又是义政大臣 朝廷命官 在皇上 不废处得飞的情形之下 义政会议坚决不交出 两皇旗齐齐印 是完全正确的 这对朝廷 对天下 皆是有意之举啊 因此 臣不能在这件事上 和他们背道而驰 娘娘 臣傲拜 忠孝不能两全 因此 臣 愿辞官退养 永不问朝廷之事 还求太后娘娘 恩准 傲大人 哀家真的没看错你 你真是一个 难得的忠臣两将 如今哀家就回你的话 什么辞官退养 你想都别想 以后也都不准再提 太后娘娘 臣 难哪 好 傲大人 哀家知道你难 哀家要让你办的事 不会让你太为难 起来吧 谢太后娘娘 哀家要告诉你一件事 是 你听了之后 可能会有新的想法 什么 皇上竟然 吐了血痰 皇上没事了 现在已经去了御书房 处理奏章了 皇上怕娘娘担心 特意让娄才过来看看娘娘 皇上为了小婉 急火攻心 皇上顶着这么大的压力都不废物 李公子 是 圣张 我的手 走 容易 对 叫我的娘娘 吧 爹 是 故意自毁形象 逼她废非 皇上为了伤害娘娘 而感到非常痛心 皇上说 等过了明天 就来向娘娘道歉赔罪 皇上道什么歉赔什么罪啊 要说 这该道歉赔罪的 也应该是小婉 应该 你说 明日的义针会议 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我想着斗揪心呢 这个娘娘就别多想了 多想也无意 皇上说了 义针会议不交就不交吧 总有一天 她会让那帮所谓的 忠臣 忠臣 后悔的 太后娘娘的意思是 刺杀红尘仇的 不是天地会的人 而是朝中的忠臣 哀家详细询问了 当时的种种细节 反复思考过这件事 可以肯定 刑刺事件 不是天地会人所为 但是何人所为 哀家可以判断 是朝中某位 义政大臣所为 傲拜 这件事 哀家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包括皇帝 你应该明白 哀家告诉你这件事的分量了吧 感谢太后娘娘的信任 义政大臣 幕后黑手原来是义政大臣 那太后娘娘您认为 是哪位义政大臣 想刺杀红尘仇大人呢 行刺红尘仇的悬案 哀家想交给你暗中密查 这个人 敢犯献刑刺义政大臣 恐怕有朝一日 也会对皇帝和哀家下手 这件事 您要极其小心 不可以早漏一点风声 臣功领太后娘娘一旨 严查此案 这件事 只有你和哀家知道 没查出结果之前 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 明白吗 臣明白 臣做梦 也不会说出这件事 起来吧 谢太后娘娘 你还须牢牢记住 你还须牢牢记住 没查到确凿证据之前 这一切只是意测猜想 所以你的暗查 必须极其隐蔽和巧妙 臣明白 你要记住 不可以让被查的人 有丝毫觉察 如果这些众臣 发现自己在被暗查 你将有大麻烦 若你真的被发现了 你也不能说 灵友哀家的意志 只能说是你自己所为 明白吗 臣明白 太后娘娘 臣再问一句 在暗查的对象之中 是否也包括 首席议政大臣呢 所有议政大臣 无一例外 臣明白 寇寇 英格尔 我要查找出 中翠宫里那个陷害我的人 姐姐要亲自破案了 是啊 我一定要查出陷害我的人 那个人 让我受尽折磨 还害得皇上 竟然为我吐了血 我一定要尽快查出这个人 更要挖出 他背后真正指使之人 让皇上和皇额娘 对他予以言诚 娘娘的愤怒之心 英格尔非常理解 可这事难啊 我们已经仔细审查过 中翠宫的每一个人了 英格尔 这件事我比你有优势 我熟悉服侍我的这些人 我想 我可以暗中观察他们 看看 他们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止 我想 做下这么大的一个案子 他一定会有所恐惧 他一定会藏不住 一定会露出马脚的 姐姐一向对下人很好 很关心他们 谁要有什么反常之举啊 一定逃不过姐姐的眼睛的 英格 姐姐一向很聪明的 没准啊 你破不了的谜案 能让姐姐给破了呢 如果娘娘 真能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看那些护宫嫔妃 谁还敢再来招惹娘娘 娘娘 奴才要把您的想法 赶紧禀报给皇上 让皇上 恩准奴才 助娘娘一臂之力 若皇上同意了 奴才会全力以赴 协助娘娘 尽快解破此谜案 太后娘娘 要臣提的方案是 先将旗印 交给太后娘娘 何时交给皇上 由太后娘娘定夺 不错 目前的局势 埃家只能想到这个法子了 当然 这得要义政会议信任埃家 太后娘娘的法子甚好 明天臣提出来 应该不会遭到强烈的反对 而且 定会有人响应 说到响应 埃家有个想法 孤掌难鸣 为了让明天的事情 进行得更加顺利 敖大人 是否可以先与某位 交心的义政大臣 通通气 太后娘娘 臣和英亲王 苏克萨哈关系甚好 是可以交心的 是吗 埃家从没觉得 你和英亲王交情甚好 好 朝廷有规定 大臣之间 不宜走动太多 所以 臣和英亲王的牌往 也不算多 好 遵守朝制 是好事 明日慈宁宫的议事 你可以在最后 提出这个议案 先让其他 义政大臣畅所欲言 咱们也冷眼看看 义政大臣们 在交其印上的太多 埃家的意思 你明白吗 臣明白 太后娘娘 臣还想求太后娘娘 一道一职 你说 说服英亲王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英亲王 绝对保密的情况下 臣是否可以透露一点点 太后娘娘的心意 行 你看着办吧 臣遵旨 我 广儿 宛儿 扣扣 从现在起 你们要留心 帮我观察 钟翠公每一个下人 仔细观察 他们平时的举止行为 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常 姐姐放心 我们一定好好观察 挖出下毒之人 娘娘 婉儿在这方面 还有一点惊艳 娘娘这么好的人 却蒙受了这么大的冤屈 婉儿定会倾尽全力 将每一个有嫌疑的人 都找出来 早日替娘娘喜悦 我受冤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 要赶快找出这个主使之人 让皇上 不要再左右为难 太后娘娘极响 起来吧 谢太后娘娘 今天本该是议政会议 娇齐印的日子 可得妃未妃 还住在中翠宫 爱家真是忧心如焚 如何是好呢 太后娘娘的交集心情 和臣等是一样的 不过 太后娘娘 当时和我们议政会议 是谈好的 若皇上不废废 那议政会议 就可暂时不交起 议政会议可以等 等皇上醒悟之后 愿意废掉那个汉女了 那议政会议 立即将起应 奉交皇上 不错 太后娘娘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臣等都是忧心如焚啊 不过 只要齐印 还在议政会议的手里 皇上就会有所顾忌 就不会在清汉的路上 越走越远哪 好啊 敖大人说得好 说得好啊 太后娘娘 臣有一事不明 德妃 已经犯下谋害三阿哥的 滔天大罪 为何没能将他一律成志呢 以德妃之罪 你还能跟他一律成志呢 变成志呢 你你还吃饱了 这一盘 一律成志呢 一律成志呢 阿绯 在走出荡上 尽ks 她就请进出荡下谋 可以立为太子 是大清未来的储君 毒害三阿哥 就等同弑君 因此这件事一发生 哀家就下旨 抓了有重大嫌疑的德妃 且不顾皇帝的感受 关在慈宁宫整整审了六日 哀家甚至让敖大人 刘光才和苏娜 三个人轮流审问 让德妃精神崩溃 可审了六日下来 这三位主审的人 一致认为 作案之人不是德妃 不是德妃做的案 这 这可就弃强了 六光才 敖大人 哀家没说错吧 太后娘娘 奴才审查公案 可谓经验丰富 可德妃之案 依奴才看 确无证据 奴才得出的结论是 此案 应与德妃娘娘无关 太后娘娘 臣审案后 和刘公公的结论一致 德妃送给三阿哥的 首抄堂诗本 在上面下读的 一定不是德妃本人 其实哀家同各位大人一样 想定德妃的罪 那么废妃之事就自然解决了 因此前日哀家不甘心 还亲自审了德妃 太后娘娘盛名 发眼如天哪 有太后心审 可以肯定 这德妃 非露出马脚不可 如果德妃 真的有马脚的话 哀家相信 她绝对逃不过去 可是很遗憾 哀家审问的结果 与敖大人他们的结论 是一致的 太后娘娘 难道要放过东小婉不成 捡亲王是想助冤案 助成德妃的冤案 那真正的凶手 岂不就是放过去了 再说 无确凿的真凭实据 皇帝会认下德妃的罪吗 不仅皇帝 哀家和尊重朝廷律法的 各位重臣 恐怕也不想自破乌墨吧 捡亲王一向暗律行事 怎能说出如此荒唐之言 捡亲王所言确实荒唐 我大清是以公正律法 治天下 岂可为了某个目的 刻意地制造一桩冤案呢 记住 一时失言 还不快点向太后娘娘认错 太后息怒 臣一时失言 臣只是想德妃因尽快废掉 一争会议尽快交印 臣一时口不择言 请太后娘娘恕罪 你也是出于忠心 心急才说错话 起来吧 谢太后娘娘 昨天晚上还跟寇寇他们商议过此事 让他们仔细留意中翠宫的每一个下人 看看他们的行为举止 有没有什么反常 可我仔细想来想去 我还是觉得 就在我去皇后娘娘宫中和各位嫔妃相聚的那个下午 这作案之人最有可能选择在那个时候下手 可那日下午进过娘娘书房的六个人 我们都严格审问过了 其实那日下午 其实那日下午进过我书房的可不止六个人 我已经仔细问过了 那日下午柳公公也进过我的书房 怎么 娘娘怀疑柳公公 柳公公可是中翠宫的主管公公 而且她是柳公公非常信任的人 她还和我们一起审过案子呢 其实也说不上怀疑吧 但我觉得那日下午凡是进过我书房的人 都应该仔细地逐一排查才是 郑王爷 你是首席义政 这种局面你有什么建议 可以说来听听吗 太后娘娘 今日这种局面确实很难办 皇上不顾太后娘娘和义政会议的强势 冯烈意愿 坚决不肯废掉董小婉这个汉妃 甚至还进一步独宠这个汉妃 臣等对这件事情异过好几次了 最坏的局面 臣等以为 以为 郑王爷 在座的都是一家人 你不需要斟酌此举 把你们的想法都直说出来吗 证明 倘若皇上执意处外一个汉妃 不离不弃 倘若皇上在亲汉的路上 越走越远回不了头 为了大清的江山设计 一阵会议将行使祖宗加法 废除皇上 另立新晋 皇上 今日是个非比寻常的日子 在慈宁宫里 不知会是何种结果呀 是 皇后娘正在与那些义政大臣博弈 朕倒要看看这帮忠臣重臣 到底要把朕的旗翼捏到何时 是不是能将它捏软捏化 各位大人 废帝之举士官国体 如动辄严废 只怕会将我大清 推入万劫不复之地 若义政会议坚持废帝 哀家也无话可说 但是废帝之时 请将哀家这个皇太后 一起废了 太后娘娘切无声起 臣等对太后娘娘 十分地敬重 义政会议绝对 没有一丝一毫 对太后娘娘不敬的想法呀 太后娘娘 您怎么可以说这样的气话呢 咱们义政会议对太后娘娘 向来都是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哪 是啊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郑王爷刚才谈到 废帝话题 甚为不妥 还没到这个地步 太后娘娘 大清江山在任何时刻 只要有太后娘娘坐镇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一定可以找到破局的法子 这作案之人 应该是有动机的 我想下毒之人背后 一定还有主使 他的主人 没准就是后宫的某位皇妃 我想 他们定是恨极了我 想要置我于死地 娘娘 这个皇上 洪大人和奴才早有分析 我们觉得后宫当中 最想加害娘娘的 当属靖妃索尔纳 和皇贵妃灵珠 你们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慢慢红尘中 遇见你 于是相信生命有奇迹 陪着你呼吸 靠着你 靠着你 为原世界